58岁的王刚娶了小20岁的女网友 洞房当晚王刚对老婆说 咱们定客吧 可老婆还是怀上了 王刚却说打掉 王刚 王刚说不是我心狠 而是我这把年纪了 我再也没有了精力去再养大一个孩子 女网友却找张国立求助 王刚靠着铁齿铜牙季小兰走红后 迎娶了程芳元 可是她只有一个女儿 没有儿子 有一次 王刚喝得烂醉如泥 程芳元开车接她回家 两人在回家途中 因琐事发生争吵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岌岌可危了 推门进入房间后 王刚跟老婆想生个孩子 可妻子就是不肯 压根就不想生 所以就把她给轰出门去 让她自己去外面睡 没多久 两人就离婚了 对于各种离婚真相的猜测 程芳元和王刚都没有做出回应 他们没有互私 他们选择了体面的结束一切 彼时 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离婚问题时 王刚感慨说 其实离婚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失败 后来王刚在古董群里 认识了一个女网友郑雁东 两人经常交流古董心得 女网友郑雁东也是健保的一把好手 两人一来一往的就爱上了彼此 这才到了线下见面的阶段 第一次见面 两人就沦陷了 彼此都看中了对方 所以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对于王刚来说 这一对是第三次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因此格外珍惜 十分坦诚 我可能不会再考虑生孩子了 老了就想好好过日子 好好拍戏 郑雁东却说 没关系的 不要孩子做丁克也行 两人就约定了做丁克 我不想要孩子 你先吃避孕药吧 妻子也觉得主意不错 愿意接受 并希望可以一直交往下去 婚后生活期间 郑雁东变成了王刚的闲内住 每天不仅帮他洗衣做饭 还给他接戏接通稿 就连王刚的大女儿都说 他赢取了一个十分贤惠的继母 可谁知 两人还是发生了意外 没有做到位的措施 送给了他们一个孩子 刚哥 我有了 你的 王刚一听 就意识到如何是好 不知怎么处理 自己是不想要的 可也不能太伤害了妻子的感情 所以就好好劝说 不要了 打掉 毕竟王刚觉得自己快六十岁了 往后十几年 哪有什么大精力去照顾孩子 拍戏都够累了了 但妻子摸着肚子却心软了 丁克生活也变得毫无意义了 反而是有了宝宝的话 自己的幸福度会提升 王刚和妻子的意见不合 也谈不来 所以就找张国立和解 没想到 郑雁东也找了对方做和示老 劝说丈夫留下孩子 张国立说 老哥 你不能太自私啊 你都是当爹的人了 也当了外公 你不能剥夺 你妻子当母亲的权利 毕竟人家是投婚 你都三婚了 还不让人家做母亲 这说不过去吧 王刚一听 也觉得自己很混账 最终才同意 生下了这个孩子 没想到 真的是个儿子 王刚老来得子 轰动了娱乐圈 笑翻了网友 和大人真是饱刀为老 从不生锈啊 王刚六十岁时 娇妻生下了一个儿子 举名丁丁 而儿子丁丁丁 与王刚感情深厚 曾说 我和74岁老爸没有代沟 爸爸是我的偶像 可是去学校 接儿子放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你的爷爷来接你了 王刚一听 也是十分尴尬 毕竟长相欺骗不了人 年纪也大了 换作是陌生人 不认识的都以为是爷爷 可儿子说是爸爸 惊呆了一片同学 而丁丁能够将自己的父亲 当做自己的偶像 也可以看出 丁丁是很爱自己的父亲的 是为有王刚这样的父亲 而感到自豪骄傲 网友说 王刚戏里戏外 都是活成了和珅大人的模样 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光是结婚就三次 一般人真的没有这个勇气 尤其是娱乐圈的婚姻 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王刚也都敢于尝试 还有张艺谋和陈婷 相差了30岁 张继忠和妻子也差30多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 极度恨了 如今已经74岁的王刚 拥有很多古董 儿子可以说 完全躺平都行 赢在了起跑线上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要是你 60岁了 还要孩子吗 我们下期见